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着这个下半部分的这个topic 在我们进一步讲细菌之前 我们稍微讲一下 因为细菌的分类很复杂 所以我稍微讲一下 微生物的分类学 我们叫taxonomy 这个分类学基本上就是包括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你把一堆的微生物 你照着它一些特性把它做分类 叫做classification 那除了这个分了这个group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给它命名 要不然我不知道 我不能说group1,group2,group3 有一堆这个group 所以你要给这些group命名 命名叫nomenclature 然后因为在做taxonomy的时候 你always越来越多的这一个微生物发现 所以你要把它先确定 然后你才可以把它做classify 所以这个要做一个确认的工作 叫做identification 所以包括这些工作的学们 我们就叫做taxonomy taxonomy有什么重要 我们可以想象地球上这么这么多的organisms 生物 包括这些微生物 那我们如何把它做 有这一个做一些归纳 除了归纳之外呢 我们能够在这些group之间 找一会归纳出一个hypothesis 我可以做一些假说 那比如说最早的祖先 是哪一个group的微生物 或是哪一些group的这个生物 或是说人类呢 是不是从微生物演化而来的 所以你要有这些organization呢 你才能够归纳出一些model 或是hypothesis出来 那更重要的 这个taxonomy这个学问呢 可以在一般我们在做communication的时候 一讲就知道 比如说你们现在都念过virus了 念过方斩 念过这个protext 所以只要两个同学来讲说 那个protext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很容易communicate 所以这一个taxonomy的学问呢 在science的这一个领域上面 我们也很容易做一些communication 而且有这一个分类的grouping 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做identification 那通常我们讲taxonomy里面最重要一个tour 那么把它做这一种有系统的这种分类 这个叫systematics 系统学的一个tour 那么是把它这种分类之外呢 我还把它做一些orderly的manner 意思是说在这分类上面 我还可以有顺序或是说有relationship的关系 这个叫做systematics 如果以地球演化的这个时间来看呢 大概在46亿年前 一般从这个化石去推算 说地球呢 事实上在46亿年前呢就形成了 那慢慢在冷却之后呢 就开始有所谓的生物出现 那最早的这一个生物呢 一般认为是原核生物 在35 38亿年前呢 其实就可以找到这个化石 所以最早找到微生物的这个化石呢 是在这一个颜值上面 找到的这个化石 这个化石呢 叫做stromatolytes 那这个stromatolytes上面呢 有一堆这一个微生物的痕迹 我们叫做microbial mats 从这边化石上面呢 可以推算 最早的生物呢 在这一个三十几亿年前呢 就出现了 就是原核生物 那增核生物怎么来的呢 一般认为说 从这一个刚才我们讲taxonomy的study呢 我们认为说这一个增核生物呢 是从原核生物来的 大概在14亿年前才开始出现 那怎么来的 有两个假说 那这两个假说呢 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被剔除 就是说虽然两个假说是exclusive的 可是呢 他们两个都还是在很多现象呢 可以支持这两个假说 第一个假说呢 是说增核生物 那个核呢 可能是原来的细菌 那细菌呢 这个细胞膜就可能突出去 突出 就是不是突出去 应该是说皱 折进来 往内折 折成呢 会有这一个 对不起 我刚刚讲错了 就是说细胞膜折进来呢 可能就折成有这一个核 核膜的这个部分 或是mitochondria 类线体的部分 就是由原来的这一个 增核生物的细胞膜 往内折叠 折叠出这些 Oganel出来 那就形成了增核生物 偶尔另外一个 支持度比较多的这个假说呢 是认为是共生 说两个原核生物 共生在一起 就形成 一个 一个这一个原核生物 就形成细胞核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个细胞的这个构造 像 细菌跟Archaea 共生 偶尔呢 这个认为说是 有一个这个细菌 它可能是Cyanobacteria 我们下礼拜会讲 我们叫做 会行光合作用的细菌 那它被 跟这个 被另外一个细菌 吃进去 就形成这个 共生的这种状态 那这个Cyanobacteria 演化就变成 后来植物细胞的 Cloroplast 这个 这个 叶瑞体 这个是一个共生的学说 那这些学说呢 其实 Taxonomy study 归类上面 或是在 在分类上面 在 这个 推断出来的一个学说 那如果 以分类来看 我们可以把 这个 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呢 可以分为几个domain 那现在 在最近的这个 这个 recognize 或者说 最被 常用到的 这个分类的 这个domain呢 是说 是三个domain 这三个domain呢 是依据 这个生物的 ribosomal RNA sequence 来做分类 把它分成 这三个domain 三个domain 包括两个 原核生物 一个是细菌 一个是archaea 那另外呢 就是增合生物 所以 从这一个 ribosomal RNA 分出来的 演化树 我们叫 phylogenetic tree 这是演化树 这是树 你可以看到树根 从树根 去往上面看呢 可以推断出 不同顾 之间的 演化关系 所以 比如说 在这个 最靠近树根的 这个生物呢 应该是最原始 最老的 这个 这一个 生物 像这边呢 是细菌 最老的 这个细菌呢 有 这个 有两个 我们下礼拜 都会再提 那 从 从这个树根 分呢 如果以ribosomal RNA sequence 来看 你可以看得到 archaea跟 增合生物 是分在 同一个branch上面 所以 它们两个呢 这一个 演化上面 是比较相近的 好 那这个 这个演化术呢 是谁提出来 是在1970年代 一个数学家提出来的 这个数学家 现在在 Chicago University 80岁了 还在做research 那 他是最早 提出来 他认为说 世界的 这一个 originator 我们叫做世界的 这一个原始的 这一个 这个 生物的 这个原始来源 这个分子呢 是RNA 所以认为说 所有的 这一个 这个genome组成呢 事实上是RNA来的 那 他有很多 这个理论 可以支持 你们如果 有兴趣 可以去他的网页看一下 他有一些 一些paper 做study 所以他在 1970年代呢 他就用 当初因为他认为 RNA才是主轴 所以他用这个 ribosomal RNA呢 做了刚才我们看到的 到现在还比较被 favor的演化术 来 来define 这一个 这一个生物 可以分为三个 domain 那 也是 因为他 他把 Archaea 这一个 这一个 不是细菌 它叫做 太古菌 反正它不是细菌 就是Archaea 把它 借着这个 ribosomal RNA 的sequence 把它从细菌的 这个grouping 把它分出来 那 他的这个study呢 他 现在focus的study 是怎么在做 transfer RNA 因为他 他认为RNA 包括transfer RNA ribosomal RNA 包括messenger RNA 都是主要的 这一个 生物来源 所以他 最近的focus 是在看transfer RNA 合成的 这个enzyme 的这一个 研化素 他希望找出来 证明说 这世界上 最开始有的分子 是RNA分子 在我们课本上 有另外一个分类 这个 有另外一个分类 这个分类 是以细胞 是单细胞 或是多细胞 有没有细胞 B 还有它的这个代谢呢 把它分为五个kingdom 或是我们叫它五个domain 这个是由这个分类学教叫 Wittaker 它分的 把它分为植物 动物 真菌 原生物 Protest 还有bacteria 这五个 这一个 这个domain 所以 其实 刚才提 那个三个domain 就是说 最被favored的一个分类数 演化数 那 depends on 你以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 特性来做分类呢 可以做出不同的数种图 可以做出不同的数种图 所以这个分类的这个grouping呢 我们刚刚说用systemic systematic的这个方式呢 可以做有一定的order 有一定的这种顺序 那 像这个taxonomy的这个rank呢 我们可以分为domain phylum cross older family genous species 这个考试会考 那 所以 我们可以由ranking的方式 把这一个生物再做更细一步的这一个grouping 那 当然在我们未来几个礼拜要介绍的这个细菌 还有今天下午呢 我们也要做几个细菌 这些细菌呢 我们可以给它这些ranking的这个name 那 像这个bacterial 我再把它分为proteobacterial proteal 是purple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bacterial 最早这个细菌是会产生purple色素的这个bacterial 那有各种不同的形状 所以又叫它proteal 就是变形 那形状很多种的这个bacterial 它会有purple的色素 把它叫proteobacterial 又可以分为这一个几个class 那其中最大的class叫gamma proteobacterial Gamma proteobacterial 里面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order 叫enterobacterial 叫肠内菌木 然后肠内菌木里面有一个 只有一个科叫肠内菌科 然后肠内菌科里面呢 会有genous species 我们下午呢 做的这个细菌 也许明天你大概就知道 有可能是大肠杆菌 也是属于肠内菌科的 那除了这种textonomic rank ranking 这样子给它一些名字之外 其实这些名字呢 大部分是这个informal的 这个informal的呢 常常是以它的特性 比如说spyrokid 就是螺旋菌 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细菌呢 它的形状是会形成螺旋形的 这一个样子 偶尔呢 这个像这个叫methanoxidizing bacteria 它会把甲烷用掉 把甲烷氧化的这个细菌 那所以可以informal的names呢 常常可以知道这些生物的这一个特性 那在figure 19-7呢 就是有照着这个ranking的这个细菌 我们刚刚有提gama proteobacteria antero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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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分这个肠内菌科里面呢 有一些肠内菌 这个实验课会再提到 那如果以这个分类的这个rank呢 通常我们最长最长这个ranking的给它这个名字呢 是落在genus 在鼠 科鼠种 在鼠 那鼠呢 什么是鼠 是指说这个one or more species 他们常常可以把它归在同一个group的 这个就叫做鼠 所以 意义是说有species 有些species share 类似的这个特性 所以把它归在同一个鼠 所以像这边 这个鼠呢 就是指这些 这个共同这个特性呢 是它可以在肠道里面呢 被找到的 那如果是种呢 是指很多strand在一起 就是构成种 那如果我们以比较精确的方式 比如定量上意义的这一个方式分类呢 是说这个种 对不起 这个种 species 是指这些strand 这些strand呢 它的genome的gc content 是一样的 similar 很类似的gc content 而且呢 序列 核酸序列有大一或等于70%的similarity 我们就可以把它归在同一个species 那在species下面呢 可以分为strand 是哪一些strand 那这个strand呢 通常是指在同一个species下面呢 它还可能做更进一步的分类 这个分类呢 如果我可以用一些生化反应 或是一些生理的这个特性 它在温度特定的这个optimal temperature growth的这个温度 我可以把它分为 分为这一个strand 就是把species再分为strand 我们如果以大肠感菌e coli来看呢 它再分这个strand呢 我可以分为biova 它不同的来源 像我们如果e coli 你们大概听过 ktoff还有e coli b e coli什么这个不同的呢 基本上就是不同的strand 这不同strand分类 可能根据生化反应或是生理的这个现象 over morphology 它的形状来分 叫morphovar 我们在讲transformation这个实验的时候 讲过肺炎链球菌 它有smooth form和rough form 有没有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morphovar 那还有呢 你可以根据它的antigen的properties 它的这个表面抗原的这个特性 又可以把这一个species分为不同的strand 叫sylava 叫血清型 通常我们在讲细菌的时候 常常会指说 你知道这一个菌的这个type strength 它type strength有哪些properties 所以这个type strength 常常是拿来做一个标准的一个strand 那事实上呢 这个type strength 我们定义应该是说 它常常是在species里面最早最早被identify的 而且呢 通常是这个特性的分析最完全的 最完备的 可是呢 它不见得是representative strength 这样懂吗 它不见得是最具代表的 只是说 它是最早被identify study最多 那不见得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一个菌株 这个叫做type strength 所以进一步我们要去认识细菌 所以要去看它 我刚刚说过 在genus species 是最常用的这一个rank 那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在最早这个林奈氏 这个Karls Linus 它最早呢 用这个做taxonomy 给一个这个生物呢 每一个都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它的方法呢 是叫做二名法 两个名字 那这个二名法呢 就是给它一个genus name 鼠名给它一个种名 这个叫做二名法 那鼠名呢 要把它做鞋体 而且呢第一个字头要大写 总名呢 也是鞋体 只是呢它不需要大写 如果以这一个大肠杆菌 当作例子 大肠杆菌是由这一个文生物学家 identified 在大肠的部位 identified 在大肠的部位 identify 这个人呢 叫 ischartial 就所以这个是这一个鞋体字 第一个是什么 是大血 然后呢 它在 这个是种名 在大肠的部位 在column column的这个部位 那叫coli 大肠杆菌 所以全名呢 大肠杆菌呢 全名就是 ischartial ischartial coli 那如果我们通常在文章中呢 用过一次 这个全名的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名字呢 我们下一次用 第一个这个鼠名呢 就可以缩写 然后在这个1的下 后面打一个点 space ecoli 所以这个是一般做 细菌命名的方式 二名法 这么多这个细菌的名字 我们通常要背 其实很不容易背 除非你了解它 所以我现在这边呢 稍微举几个例子 你们可以看一下 叫它沙门氏菌 沙门氏就是 那个identify这个菌的人 叫做沙门氏 所以沙门氏 那个氏是那个人的姓氏 所以是有salmonella 这个 exactly不是 它叫沙门氏菌 那 或就是沙门氏菌 它造成什么disease呢 它造成typhy 我们叫伤寒 伤寒热 所以叫 这个沙门氏菌呢 伤寒沙门氏菌 它会引起伤寒 那下面这一个 一样是沙门氏 跟这一个是同一个属的 沙门氏菌 那它造成的这一个 也是typhy 有没有看到 可是后面是什么 是murine 它造成老鼠的伤寒 所以意思是说 这一个菌是在人身上造成typhy的syndrome 然后呢 这一个呢 是在老鼠身上造成typhysyndrome 所以从这个 其实名字你就可以猜得出来 这个菌的 可能造成它的一些特性 像这个 capsiella 我们叫它 克雷白氏 然后呢 pneumonia 所以你们看这个菌 你觉得说 是克雷白氏这个人 在哪里找到的 或是说这个菌造成什么disease 猜得出来吗 一看就猜得出来啊 那什么 肺炎啊 对啊 所以就是克雷白氏肺炎感菌 这个菌是感状的 所以翻译叫克雷白氏肺炎感状 这个shigella disentry shig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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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叫它制荷氏菌 所以你猜这个维生物学家是哪里人啊 制荷氏 shiga shigatoxin 是哪里人 诶 听一听就知道啊 哪里人 日本人啊 所以在日本最早identify 这个shigella 它造成什么 你看嘛 dis是什么 abnormal function的意思 entery entery entery是什么 肠道 肠道不是这么长 它就是造成拉肚子 让你知道 造成立脊感菌 helicobacter pylori helicobacter是什么 螺旋菌嘛 有没有pylori是什么 是幽门啊 幽门螺旋感菌 那leginella pneumophila 这个我想你们大家知道啊 引起什么 肺炎 退伍军人 所以就是退伍军人感菌 它引起肺炎 所以你从这个名字 你就可以猜啊 然后 vikecia 这个很难猜啊 不过呢 vikecia provazaki 这两个都是人的名字 我们叫vikecia 我们叫它立刻 立刻刺体嘛 事实上这都是两个人的名字 就他们两个呢 在study 这个立刻刺体引起的 这一个rocky mountain的 这一个spotted fever 结果呢 这一个立刻刺体是 藉由媒介昆虫传播的 藉由这个tick 这个皮啊 一个这一个 媒介昆虫传播的 这一个感染 那vikecia 他在study 他认为说是藉由媒介昆虫传播 然后呢 他确认 结果他自己被咬 然后就死掉 他就是确认说 这一个disease 是由这一个病人细菌 经由媒介昆虫传染的 所以为了纪念他 这个也是接着在做 不过有前面的一个教训呢 他就很小心了 这个vikecia 为了纪念他 就把这个立刻刺体的 这一个这个名字呢 属于呢 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这个是他的学生 接着确认说 的确由媒介昆虫 会传播这一个绝对寄生的细菌 所以从名字呢 其实大概可以知道这一个细菌的这个特性 那所以二名法可以把这个ranking 这个rank呢 给他一个更详细的这一个definition 所以一般呢 我们说这种grouping的这个方法呢 常常是怎么分的 那如果以这一个 这一个一般分类的这个方法 常常是靠他的特性 有哪些特性来分 比如说刚才是造成在肺部 造成肺炎的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这一个grouping的方法 那一般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phenetically 造成phenotype 造成他的这一个外表特性来分类的 偶尔呢 是phylogenetically 依据他演化关系来做分类的 所以可以用这两个方法呢 来做分类 如果用phenotype 这个表现型 比如这个像这个细菌呢 它会不会游泳 它有没有长颠毛 这些都是一个分类的依据 这个我们叫做 phenetically的这一个classification 或叫phenetic的classification 那可是呢 像这种分类 依据phenotypes的这个分类呢 常常他可以知道说 他这种演化的这一个关系 可是呢 你没有办法weight 没有办法给它重量 谁比较重要 懂吗 就没有办法衡量 所以像这种phenetic的分类呢 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希望在这一个给他的attributes 给他分类的这个依据 越多越好 因为你没有办法做衡量 说哪一个是占百分之多少 哪一个占百分多少 所以越多越好 那分类的这一个就会越准确 所以在这个课本上 举的这一个图 其实就是在讲这种分类 那个 昨天同学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 拿考古题来问 还没有教到 今天才教到 phenotype的分类的话 你就要有number 我们叫numerical的这个taxonomy 那这种phenotype呢 越多越好 所以我跟你说 这个 那我在里面的分类的这个 每一个代号code 我可以说 如果他会游泳就1 不会游泳就是0 这样子 这样子的分类知道 所以那越多越好 因为每一个这个标准 他会游泳是不是表示 他就比较重要没有 所以没有一个weight在那一边 所以越多phenotype的comparison越好 那一般呢 在这个生物统计上面 你要超过至少50个characters 才可以做这个分类 你才可以去决定他们的关系系数 associate coefficient 关联系数你才可以决定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 来build一个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根据他相似的程度 来做这个图 那这种图我们就叫dendrogram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像他这边12345 还有不同的这一个 这个是细菌 这个123456这个细菌 那这边有 OK 现在是在看这6个细菌的 这一个相关性 所以你要做一个这个分类 所以如果我用50个这一个characters去分呢 越相近的 50个全部相同的我就写100% 所以借着这种来归纳123456 谁跟谁比较近 那他根据的呢 就是这种树木 phenotype的这个树木 来做分类 有没有问题 你如果50个 50个都一样 就是100%的similarity 所以这样子的 这一个用similarity的metrics 来做分类的 这个叫做dendrogram 另外一个分的方式呢 就不是用phenotype来分 是用演化的这一个 这一个演化术的 这一个classification来分 那这种phylogenetic classification 这个学门呢 我们叫这个phylogeny 这个叫做 就是演化 演化关系的这一个学门 那你可以知道这一个演化 evolutionary的这一个关系 那这种classification呢 最重要的依据 它就不是phenotype 它的依据呢 常常是genetic material 是它的遗传的 这一个information 所以像DNA RNA啦 这些 over protein呢 都可以当作 phylogenetic tree的 这一个base 这个genetic material over gene product 都可以当作 这一个base 这个叫做phylogenetic classification 那在讲这一个演化术的 这个分类的时候呢 常常很多这一个演化学家会 互相会有一些argument 会再比说你的那个 你的这个base比较准 还是我的base比较准 所以通常这种建立准呢 这个我们叫做分子演化尺 叫molecular chronometer chronal就是时间的意思 meter 你可以量测时间变化的分子标记 这一个chronal有时间性的 时间性的这个变化 所以这个molecular chronometer呢 它可以是核酸 刚讲genetic material over是protein gene product 可以当作这个chronometer 它这个不 一个是核酸 over protein 它可以当作crox 可以当作时钟 去当 去measure measure 这个演化的关系 在时间上演化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 我们又叫 它不是生物始终 应该是叫做演化中 演化中的这个尺度 分子演化尺 那这个molecular chronometer 的这一个标准呢 怎么样才是好的 这一个分子演化尺 最重要的是 这一个标记呢 它通常是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 换句话说 时间变化越长 它的变化越多 这个才可以是标准的chronometer 那另外呢 是这种变化呢 是neutral的 并不是因为有巨大的这一个 这个改变而产生的 是在这个自然情况之下 neutral的变化 只有时间越多 就会改变越多 而且呢 这个是很random 没有所谓的hot spot 不是有特定的位置 会做改变 这样子的才是好的演化尺 所以时间改变 时间越长 这个变化就越多 这种呢 就是好的演化尺 可是有没有这么perfect的演化尺 事实上是没有的 大家在找 在讲演化数呢 如果你们有机会走这一行的话 就知道各说各话 大家有大家的这个标准 这个原因呢 是大家找的这个chronometer呢 事实上不是perfect 不能像刚才讲的那几个一样 那意思是说 事实上很多sequence的change 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变化 是会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 有些有些序列呢 可能变化比较快 有些序列变化比较慢 有些序列根本就不会变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chronometer呢 是是并不是刚才讲的这么neutral 这么random的 而且如果是以这一个 这一个protein来讲 也许它的这一个这个different parts 它的n端跟c端的变化又不太一样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DNA polymerase做什么 做DNA聚合对不对 DNA聚合酶嘛 所以DNA polymerase它的subject是什么 它通常是要根据模板去做 做这一个复制嘛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就一定要bind to DNA 所以DNA polymerase它要function 它通常binding DNA的domain 可能变化比较小 因为它一定要bind出DNA 这样懂 那它要聚合 你可以想象它叫polymerization 这一个聚合的这个function 它可能DNA聚合酶 你们听过吗 像这个温泉的菌 它的那个enzyme 可能就在75度C效果最好 那一般的话也许37度C 有些要在20几度C polymerization的效果最好 所以呢 如果是它functional domain enzyme activity的domain 它可能就会variation会比较大 it depends on不同的环境 它的这一个变化会比较大 这样懂 所以事实上一个protein不同的part 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变化 就是说你假设是突变 Montaneous mutation的话 那有些地方是不太容易变的 因为它要是DNA polymerase 它就要bind to DNA 所以这个不会变 要不然它就不是DNA polymerase了 这样懂 那polymerase的efficiency or condition可能会变 所以这个呢 可能它那个part就可以改变比较多 这样懂 所以还是有人拿DNA polymerase 来当作演化尺 那当作演化尺呢 可能就要很小心了 Depends on你问什么问题 所以要讲的是说 molecular conometer呢 事实上并不fit 所有的呢 并不fit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最perfect的condition 并不fit 怎么办 还是要做演化的分析的话 那我们通常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分析呢 所以 所以 比如说molecular conometer 不是这么容易选的啦 那 会有一些补救的方式 在做这一个 这个phylogenic tree 或是phylogeny的这一个分析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就把这一个conometer呢 就把它align 因为我要去看它们互相的关系 最好的是 比如说核酸把它排起来 来看这一个 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可以看这一个不同的这个sequence 那 变化越多 我就认为说 它的演化的distance越大 因为 在演化上面 因为它 我们刚刚讲 accumulation嘛 时间 时间的话 就是变化越多 时间越长 变化越多 那我的evolutionary distance就越大 这样懂吗 演化上面的这个差距就越大 所以 这个 从序列的 这个difference的 这一个排列呢 我们可以 归纳这一个 这个 演化的这一个距离 所以 我们刚刚看这个演化数 那个branch 互相之间都有一些距离 那距离不是随便定的 是照着这个sequence的变化来定的 那 通常呢 这个 最好的 这个phylogenic tree 要 match 这个所谓的parsimony 意思是说 在这种parsimony的这个原则呢 是说 最减省 意思说 这个变化 如果 我一和二的 这个 这一个 这个 演化关系 用这个演化数图来看的话 我可以 最好的演化数呢 是说 我一和二的 变化最小 我排出来的演化数图 是 这个一二三四 这些呢 是 最小的情况 变化最小的这种 这种 这种数图呢 就是符合parsimony 那通常呢 一般认为说 这种正确率比较高 就是说 chronometer 这个变化 可能假设你用a 它指一二的关系 如果用a这个尺度 一二的关系 变化可能是十好了 差距是十 那如果是我用b 一二的关系是五 所以那个b的chronometer 建出来的tree 就比较准确 这样懂 因为随着那么长的时间 我先来比较这两个的 是哪一个比较可靠 就是越符合parsimony的这个原则呢 这种变化才是好的这个tree 那刚有提过 ribosomal RNA 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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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提出来的 Ribosomal RNA sequence DNA 或protein呢 都可以当作biology 的indicator 演化关系的这个indicator 那 如果以DNA来看呢 常常 它只有在这个species和genus level 会比较好用 你可以想象 如果是 刚才我们有定义 species是说 gc content类似 gc content类似 然后sequence要大于70% 大于等于70% 那是在species level 那genus呢 事实上也是gc content类似 所以我如果用这个DNA 来当作演化的这个chronometer 我先拿了两个不同的genus 比如说一个细菌 它的gc content是50% 另外一个细菌呢 它gc content是23% 你要用它的DNA sequence 来去做演化速度的话 会乱七八糟 这样懂 所以它就不能用这种 这种DNA序列 你只能 如果要用DNA序列 你就会限制在genus 或species level 你才能够做这个biology的tree 那怎么办 我就可以用protein 所以用protein的话 你就去那种gc content difference很大的 我可以用protein 那protein我可以做 amino acid sequence alignment 所以好像也不是问题了 只是像我刚提的很多protein 很多protein它的这一个方式呢 常常是不同part 不同的domain演化的这个速率是不同的 所以你如果假设我这个 e protein 1号protein 有abc part 我要看它1号protein 跟2号protein的abc part 它也有abc这一个domain 这两个protein的演化的这个关系 你就要特别小心 看这abc abc这三个domain 事实上演化速率是不一样的 这样懂 所以你不能直接就whole protein 我去比 然后我就给它一个演化速度 所以protein 当成这个indicator的时候 事实上就要考虑到这个 通常它的different rates 是different functional domain 去evolve 这个at different rates 所以最好最好的演化速 所以刚刚我在找的就是这一张 是没有讲完 所以也不能讲到这一张 最好最好的这个taxonomy 这一个或是我们讲如果要做phylogeny or phylogenic tree or或是finetic tree 都是一样 你越多越好 像phylogenetic tree的 你是最好是polyphasic的这一个分类 就是越多indicators越好 这种分类就越准 所以最好是把它combine genotype和phenotype 把它combine一起 你就可以得出最好的 这一个taxonomy的这一个group 所以depends 像这个你可以用这个血清学的这个data 可以用protein的这个data 可以用DNA的data 用gc content的data 都可以把它integrate 起来的这一个taxonomy 我们就叫做polyphasic的taxonomy 不是指依据一个indicator的 所以可以想象在我们图19至14 哎哟 下课了 那就是你不同的这个依据indicator 就有不同的数图 这个可以想象 那另外呢 你在不同的domain 也可以build up 像刚才讲的indicator 都可以build up这一个数图 那从这个数图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三个domain之间 都有很密集的horizontal gene transfer的情形 我们在讲各论会陆陆续续提到 那下面要讲细菌呢 通常细菌的分类 目前如果我以这一个Burgis Manu 这个是一个细菌学家 他定出来的这个分类方法 那以他的第二版 我在念书的时候是第一版 现在是第二版 你们现在是第二版 那分类呢 分成23个phi 所以等一下我们实验课呢 要去identify的呢 是我想应该都是偏长类菌科的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的 这一个是可能是眼睛食物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